区块链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种技术的一种集成 而这种集成即使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来说 也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来了解 所以我们最终还是可以看到 区块链技术的普及化和平民化 需要大量的人去做这样的技术和生活之间的翻译 但是技术本身还是具备非常大的推广的前进 我觉得未来整个的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 将会由于应用了区块链技术 使得运行机制更为透明 运行效率更为提高 运行的成本更为下降 使得社会之间普遍难以建立的信任 在区块链的技术平台上 能够更好地建立我们的诚信社会 wouldn't you ane 都